女兒上完廁所 她們現在都練習 用濕紙巾擦屁股 然後女孩子尿尿 只是沾一下而已 其實那個我就捨不得丟掉 我會把它就是 我還可以從 因為我上大後 那個只是女孩子沾一點點 我其實不會這樣用 因為其實醫生有告訴我們 即使我們誤以為 自己已經擦得很乾淨 但是 所以基本上 對 可是我那個濕紙巾 我不是拿來擦臉 就是我用水沖中 我擦別的地方 擦浴室的地板 或者是自己擦屁股 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用一次就聽到 我覺得好浪費 幫我去馬哥家 我不會用紙巾 沒有要擦水是不是 拒絕 拒絕 要幫我擦水 不要 但你認識新鮮事 幫你解決所有事 歡迎收看 舅舅董事長 歡迎我們來賓 歡迎我們來賓 歡迎瑪莉歐 米娜 以財專家魯燕麗 徐小可 陳天仁 卡羅老師米薩小姐 一起Chill Chill 我們要請我們的米娜 要來宣傳我們的數位寫真 來 最近推出了我的首本 線上的數位寫真集 然後這本寫真 主要是以男友視角做拍攝 然後上面下面 左邊右邊都開了一輪 哇 好強喔 好強喔 對 甚至左右前後應該都有 前後也有開 那就請各位多多支持了 現在各大商城都已經有上架 咪咪糊糊愛上你 再麻煩各位了 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是一個浪費的人嗎 我不是 不是嗎 我超接近 真的假的 看不出來耶 我真的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前幾集不是有聊 買廢物你買得滿多的耶 不到多 但是那個我覺得滿實用 可是如果是一些小型 我看到我以後自己自己覺得實用 確定嗎 別人覺得自己覺得浪費 像我自己一件衣服 就是要買個七八個顏色 我的款式 那他真的浪費 我現在覺得有點浪費 你終於清醒了 不是浪費 是家境好 不要再亂說了 那你是不是也是家境好 我沒有 其實我是把錢花在刀口上 然後生活上面 不要讓自己覺得太有壓力 因為工作已經壓力了 然後要把刀不是要刀 不要粗 都是刀口 對 然後我們今天MISS CHOOCHOO 幫我們調查出了 就是大概有一些 比較喜歡浪費錢的地方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MISS CHOOCHOO幫我們做了什麼 調查呢 錢全在這些地方默默的不見了 第一條 免費試用試看 這個莎莎應該滿多經驗的吧 為什麼要針對她 不是我而已 小可也很多吧 幹嘛 免費誰不要 對 誰不要 我就是講免費 這是一個陷阱 沒有免費都會招來麻煩 免費 免費 這真的 他就說 我給你免費試用 然後你就一試就要想說 不用錢 沒有 他就拉你到旁邊 兩半小時一小時 你有被拉過 對 這個是洗單 就是那種 他給你用試用 然後直接抓你的手 我說來圖看看擠一點圖完之後 對 你就發現真的厲害耶 他就說來妹妹 你跟我走 而且他有用外國帥哥這一招 對 真的 你有被外國帥哥拉過嗎 我曾經在原地等 但又是他沒開 但我要講 免費試用 試擦或試看 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 像之前健身房很流行的時候 對 其實都一直在大推 就是只要滿多少 可能半年一年 然後每一次續約的那個價格 會不太一樣 對 那因為你剛開始嘛 你就覺得說好吧 那我就給自己一個動力 我先買個半年 然後折算起來 半年真的比較便宜耶 很划算 以每個月這樣付的話 對 一萬塊錢都不到的 省 而且點數雙倍送 對 就是而且你每次去的時候 你還可以任你挑課 你任何時間就成功 算到 老師好像是你的隨身準備 就是為你而開 好棒 然後你還可以挑老師 沒想到我的堅持只在 一個半月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 不對勁 中小動作真的好久 你住哪裡 我住新店 挖個超越 我住新店 然後跑到中小動作 我就覺得算了算了 那想說撐嘛 我就撐過這半年 因為我是買半年的 撐過這半年 然後想說 終於到了六個 快到六個月的時候 我想說過了 因為自己的罪惡感沒了 對 撩也是撩這半年而已 對 然後後來就發現 有一天我去刷我的本子的時候 奇怪耶 我就有一個 一千多兩千多的錢 一直被扣 不會 對 因為被扣了兩個多月 然後我真的都不知道 然後後來我就 趕電話到我的 信用卡公司 我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我這款 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說 我幫你查 反正就是輾轉之後 才知道是這個 健身中心在扣款 好 不是他們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 合約沒有看清楚 不是 沒有 他其實有講 他在當下有跟我說 你買半年的 那我們接下來 如果你要終止續月的話 你記得在半年以內 你要打電話跟我們講 不然我們就會照著這個點數 再繼續 或者再繼續扣 每個月 每個月 我真的好理家在 只被扣了三個月 對 我是被扣一整年了 你真的是衰 我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對啊 然後被扣完了 快扣完了已經是第11個月 然後我還想說 奇怪 姐姐已經刷本子 奇怪 這裡每個月都有 到底是什麼錢 然後後來才知道 就是因為他那個健身中心 他會自動去 對 其實很多都有 你都要自己打電話 對 還有其他地方也都會 還有影音平台 對 我剛才有第四台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想要看一些 自己比較喜歡看的東西 你後面的 後面的嗎 後面幾個什麼 三百多台 或四百多台 太後面了吧 然後他說你現在 比如說 比如說你知道加一百 一百八十塊 就可以看到這個台跟這個台 這兩個台 比如說都日本的 你喜歡日本的 對 可是你只要再加多少錢 又可以看到 歐洲的 可是沒想到你加了之後 其實上網就可以看得到 這是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 比如說小朋友 只要看卡通 對 那只有某些台他有卡通 那你就為了要買 可是你現在要買一個單 一支的七十九 真的 可是你現在看他說 如果說什麼豪華大包套 對 你知道一年只要是二七九零 那我們算算看 一個月只要看四支 十支電影 十支電影 就華大來了嘛 一支七零三十八十十二 對 七十二十八 一個月等一下兩百八十塊 然後其實我可以看更多 買 實際上 買啊當然買 女兒要看冰雪 不買個傻瓜 女兒要看冰雪奇緣 要買 買 他真的看了 看了四五遍 每次都看一樣的 我說你不要看小小美人魚 不要 後來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你整年度看不到多少片 真的 不到十支 而且 四五八小時你不看完 他就消掉了 對 他有奇效 你花了錢 他有奇效 真的 就沒了嗎 四五八小時你不看完 對不起就重來了 而且你只要一買 你會一直鼓勵小孩看電視耶 對 你會說沒關係我們現在來看電視 我們在開玩笑好不好 所以 而且這個到 這個他的合約一樣 跟小可樂一樣 你沒有講強制說 我要關 他就一起續約 他有一個東西很容易 我很容易掉下去 就是他譬如說去按摩 或是去什麼 他說你幫我買一本券 十張比較便宜 對 送兩張 對 然後我就買了對不對 然後又一張兩張 那本子就不見了 不見了 不見了 沒聽過不見了 好可憐 不見不認識 他真的不見耶 而且當你再找到 那時候已經不知道 有什麼東西找到 天人是不是有 像是手機的部分 就是因為免費這件事情 大家真的就是會 無意間就是想說免費 那試試看好了 然後因為之前大概好幾年前 那時候其實我覺得 APP沒有算很豐盛的時候 沒有很盛行的時候 我就想說有一些那種 比如說什麼 他可以逗出就是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以後生出來的小孩 會長什麼樣子這樣子嗎 這麼無聊的東西 你又買嗎 對 他不是說 不是 你應該叫你的另外一段 不要說起來 我會叫你另外一段的小孩 就很無聊 先聽我說就是 他呢 是不用錢的 他是免費的 但是你要簽訂閱 然後但是因為我那時候 真的沒有想太多 我就訂閱下去了 然後我就常常幹這種事情 就是可能有時候 他跳廣告出來 然後就免費 免費試用什麼的 對 然後可能就是一次性的那一種 我想說應該就是 一下下看一下下講 好奇就買 完了 那時候我真的不懂手機 我是3C白痴 然後過了好一陣子 大概兩年之後 也是兩年差不多 有一天呢 突然之間我就覺得不對 我覺得最近每個月 他那個就是LINE會跳通知說 什麼付款 什麼付款多少錢 一次90塊 或者是330 什麼什麼 就這樣跳出來 不對不對 這個應該不是我的那個 相簿的錢 不是記憶體的錢 應該是一個什麼漏洞 我就去查 我後來才知道 Apple的手機可以去看 你訂閱了什麼洞 有在收音了 對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點開一看 我跟你講 一排 我訂閱了大概有十幾個App 然後全部都在付錢 然後這兩年 花了真的不知道多少萬 因為一個月 就差不多兩千多塊錢 那這樣算下來兩年 好 反正就是 花了非常多的錢 我真的 快看 很容易 對 我現在都會 像這種免費的這種噱頭 常常大家就會忍不住一點 那我們要問一下理財專家 有沒有什麼像是這種隱形的浪費 是我們沒有注意到的 有一些被忽略的隱形浪費 是觀眾朋友可以去注意的 因為我們要看緊我們的荷包 通膨食袋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 電信服務 比如說我們去辦新的手機的時候 那業務員呢 會跟你說 這個 好好聽喔 我們要求上進嗎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 比如說像我一個同事 他就去上了那個美語課程 他一直覺得自己學得不夠好 所以呢 當他報名的時候 業務員就跟他說 中生耶 中生讓你學到好呢 只要12萬 這幾年前的價格 這麼便宜 幾年前 我猜現在應該漲到20萬了 那 對 我同事也覺得才12萬 對 都買吧 都買吧 華碩 這個算很便宜 算華碩對不對 表面上 實際上 實際上 我同事只去了三次 對啊 然後再也沒有去過 跟健身房間 他就覺得學不好嘛 然後他就 同事他也覺得 好像離家裡有點遠 所以呢 就沒有辦法常常去學習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先買中生 我倒是覺得 你可以先買一年期的 兩年期的 對 然後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第三個就是 月票制的通期卡 這個滿不錯 這個很好看 一個月內 1280嘛 坦白說我個人也很愛 對啊 我剛開始推出的時候 我自己也有買 結果呢 第四個月之後 我就不參加了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 我沒有常常搭鐵運 發現 我其實大概只有搭 九百到一千塊上下 沒有那麼多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用 你喜歡我們這一集 接受的內容嗎 現在要做上的是 按上訂閱 開啟小鈴鐺 跟著我們一起 Chill 按著按著 按著 organ 按照 決策 按摩 按著 小鈴鐺